我終於開到FL5 Civic Type R了 其實上一次我們在傑哥店裡面 來將FK8跟FL5兩車的引擎甚至底盤進行深入的介紹 就發現這一代FL5的進化幅度真的是相當有感覺 所以我現在迫不及待把它開車上路來進行 深入的試駕比較 而影片開始之前也請大家幫我們頻道訂閱追蹤起來 有你按讚訂閱的影片 追蹤分享都是GAME最好是持有鼓勵 一彎大腿廢腿同款短聽 東極E5持續半週中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購買的話 下方說明欄都有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幫忙 其實從證明數據來看 這一代動力提升到330匹 但歐歐是325匹的水準 這樣的功能掌圖其實搭配上它放Long的中轉比來說 我覺得日常代步相當好看 因為你一個板位就可以跑得很遠 重點是以前像是我們FK8 低速扭力其實還有在進步空間 大概你要接近4000多轉之後 才會發現這部車有明顯的加速充斥的感覺 但是我現在可以把模式切到Comfort的狀態之下 大概2500轉3000左右出去的 這個力道已經相當的有感覺 比先前還更為飽滿一些 如果你把模式切入Sport之下 你會發現這個積極度會更直接更好之外 當然R模式會更為激情澎湃 所以當我們把模式進入R模式之後 你會發現你看先退檔三檔加速 那個出力就是呼之急來 相當的直接 當然這樣的動力表現 你會發現比上一代FK8還更為直接有感 而上一代FK8的加速當然也是算不錯 但是因為它中傳比較大 所以它那個圖刺感會更明顯 但是這一代它動力加大 但是中傳比放浪 所以它可以讓你在整段的加速區間 的那種延伸感可以更好 而這也是這兩代差異最多的地方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其實這一代Sivi Type R 它在你R模式的時候 它會有一組聲浪模擬器的東西會導入 所以當你大腳油門的時候 那種前方會傳來明顯的引擎 跟呼叫聲響 當然這是模擬而來 但是我相信對於很多車主來說 它之後可以改裝香菇頭 應該就可以讓你更為直接有感的性的感覺了 除了動力的延伸性更好之外 我覺得底盤操控也是這一代改變最大的地方 其實當我們開車上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車體的剛性比先前還更為出色 因為坦白說FK8車身剛性雖然已經不錯了 但是你在一些激烈超駕升高低起伏路面 還是覺得剛性還是有再進步空間 但是我覺得F-L5的車身剛性更好了 而且在一些扭曲多段的地方 現在是高低起伏路段的時候 那種一點點的鬆散感完全都沒有 屁股可以說是一溜煙就跟了上來 而且當然歸功於它車體 新世代的結合工法 例如像是車頂 你會發現已經沒有傳統的焊接點了 已經取而代之是一提式更強大的結合性 讓它的鋼線可以變得更為出色 而且也因為它的車身軸距齒放大的關係 你會發現它開起來的穩定性 比FK8更為出色 而且也因為它主要輪胎變成265、35、19關係 你知道嗎 光是原廠資料顯示 換了這組框 主要總計就可以輕量3公斤左右的水準 再加上265的胎寬 當然會讓你的抓地力更為提升 指向性、穩定性都可以變得更好 像這次所配置的三種模式 Comfort、Sport、R 跟先前設定都完全不太一樣 當然Comfort依舊是相當舒適為取向的設定 但是這次的Sport模式 反而有像先前R大概是8成左右的水準 你在Sport模式之下 基本上你就可以感覺到 Damper的阻尼已經有點硬派的感覺了 甚至在一些連續坑洞爛路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振動好像有點動一點點的感覺 再加上它的動力反應也算是不錯 所以基本上你要配車、配三路的話 用Sport模式已經足夠用了 至於進入R模式 坦白說它變得非常戰鬥有感覺 尤其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現在進入R之後 不僅加速延伸性變得很好 避震器更為硬派 這次你會發現我現在只是在台七椅這種路況 沒有到非常爛的路面 但是已經會發現很多於這種震動跳動的感覺 你會發現整個車區好像在開一個改裝避震器車子的感覺 不斷的上這樣跳動 而這輛四頭電子其實會更適用於在賽道上面激烈去駕駛 因為賽道的路面當然不會像一般路這樣那麼爛 盡量是以平整為主 所以自然可以發揮最強大的抓地力表現 值得一提是 這次它多了Individual自定義功能 所以你不用再像是上一代我們R模式的狀態之下 你的動力要R 你的轉向要R 避震器要R 什麼樣的狀態 你可以自定義模式 你可以把你的動力反應是R 但是你的避震器可以設定成Sport模式 這些讓你可以開得又舒適 但是又快又直接這種R性能 我想也是這一代跟上一代最明顯的差別 所以它更厲害的功能就是Honda LogR的功能 它可以記錄像是你在賽道的 不管是油溫水溫結肌油溫等等的數據 還可以偵測一些你的路線 煞車油門等等的資訊 做這些Data儲存使用 所以你如果今天跑賽道的話 不僅可以像上一代可以記錄單圈時間 甚至還可以針對你整圈的操駕的習性模式進行收入 之後你想要再經濟你的操駕狀態之後 你也可以拿出來進行比較 而這也是跟上一代最明顯差異不同的地方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Civic Type R當然是動力性能要很好 操控要很強大 但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Civic Type R作為一部家用車也非常的適合 其實在上一代有FK8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什麼虛擬儀表板 無線充電座 甚至是Honda Sensing 甚至很不錯空間的機能表現 其實都讓人非常意外 那當然這一代FL5 這個功能又變得更大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光是它軸距尺碼就已經放大了 所以前後空間也變得更為明顯了 其實在上一代已經算是不錯的車子空間了 因為可能如果你入座的人的身材池比較大 甚至因為我們椅子比較厚的關係 後座乘客可能西部會受到一些些影響 但是這一代其實會更有餘裕 更顯得寬裕 乘坐起來也算是舒服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喔 雖然我們這次的座椅的造型 顏色配色跟先前有所差異 但實際乘坐之下我覺得 不論是腿部啊 甚至肩部 甚至腰部的包覆性 我跟先前的表現其實並沒有太多差異 一樣都是非常的出色 那當然我覺得改變最多的就是內裝用料 尤其像是後座 你知道嗎 像是我們後座啊 原本它的椅子的材質是那種布料材質 那這次能改為麂皮喔 所以整體的乘坐的感覺更好 觸感也更棒 而且我們試駕的是歐歸版本的關係 所以原本在上一代 在加歸你才看得到中間有杯架的這樣設計 在這次呢也可以看見 所以雖然會讓中間乘客坐的有點不舒服 但是至少呢對一些空間啊 甚至你要置物的機能呢 也更為全面而因實而提升 所以這次啊 F-L5從國外推出上升之後呢 就很多網友針對它的外觀啊 甚至內裝啊 甚至是實驗設計 很多維持喔 因為畢竟它的外觀造型 不像F-K8 那麼張牙無爪 那麼像鋼彈喔 它取而代之是比較溫和 比較內斂低調的這種造型喔 套去土屋龜石所說 它應該是屬於 適合那種歐吉桑 才會喜歡的那種車子的外型喔 而實際看到車子之後呢 我覺得 這樣外型其實也蠻符合我的胃口喔 雖然它外型不再像是F-K8那麼乖 但是你從它的車身兩側來看喔 你會發現它的 它的暴龜輪功喔 其實比想像中還要來的寬喔 F-K8是透過那種 加裝式暴龜組件喔 讓你可以看起來更為乖章 但是它是用一體式的造型喔 所以你會覺得 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兇狠 但實際上它可以容納更大的圈胎 那當然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在後面暴龜輪功 其實更為明顯喔 所以它這樣子做的 其實是為了容納更大的胎寬石嘛 而且它的外觀的空力 雖然看起來沒有那麼張牙無爪 但實際上使用呢 其實還是蠻有感覺 可是原廠資料顯示喔 當然你在時速大概120多的時候呢 你後面下壓力 可以將近高達100公斤耶 所以不要再嫌棄 它的外觀沒有很兇狠 它的空力效果 甚至實際的使用的設計呢 其實還是有它的意義存在 那當然回到車內這樣設計來說 它這樣設計呢 其實比較符合現今 這種新科技車子多數的改變 例如像是眼前這個10.2吋 大型的虛擬儀表 它取代像先前我們只有中間是虛擬儀表的介面 所以呢它顯示功能可以更為多元 像是油溫油壓水溫啊 烏人壓力值等等的資訊可以顯示更為多元喔 而且重點是 當我們打開車門之後 那種銀釘模式喔 五彩斑斓這樣往前發射而來這樣設計 真的讓人覺得 哇好帥好屌 而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FK8上一代喔 所沒有的 當然中間的控制螢幕功能 也顯示功能更能多元 而且它可以記錄你更多的一些操控模式啊 甚至油門煞車這些LogR的模式喔 我想都是讓想要配賽到 甚至戰山路想要挑戰自我的人啊 可以更多的選擇 那回歸到最實質的動力操控表現來說 我覺得它這一代的 它的動力的詮釋可以更為均衡 因為像是上一代 可能你必須把它轉速 Keep在4000轉之後 然後這樣子的情形 反正這一次呢 可能大概3000多轉 你就可以感受到 綿圓不絕的推力啊 綿圓吸來 而且可以直上7000轉 都還可以夠用 然後加上它的底盤設定 它將原本的Comfort Sport R這模式 分得更為清楚明確喔 因為上一代其實 我覺得Sport跟R的區分 還是沒有到非常的獨立明顯 那這一代呢 很明顯R就讓你去 喔! 賽道競技 然後可能Sport呢 一般代步就能夠主要使用喔 而這樣的設定呢 當然很免除你後續一些 升級改裝空間 當然如果你屁股想要改裝 還是可理啊 以上呢 就是Duggy貝德爾 針對FL、SafeType和FK8 兩代的硬體解說 跟10家報導 喜歡你會喜歡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資訊的話 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提出來討論 我是Duggy 我們下支影片見